3月大爆料 魏若来即将登场 王一博作品存货遭关注 距离王一博上次与大家见面的新作品热烈 已经追溯到2023年暑假档 自那之后 王一博不仅没有推出新作品 而且进入了娱乐圈的游离阶段 其形成也让粉丝们感到困惑 然而 最近电影人鱼似乎悄然开机 黄磊老师在乌镇戏剧节上 爆料导演已经开始拍摄 这也解释了王一博形成的保密性 值得一提的是 2023年年底的跨年和2024年的各类活动中 王一博几乎没有缺席 甚至在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总决赛的舞台上 展现了惊人的舞技 令人惊艳 这段时间 王一博的粉丝们主要关注他的作品 如大年初一上星的《长空之王》和《已经上星》的尤匪 相比之下 2024年1月份王一博本人亲自露面 而2月份 粉丝们更关心他作品的动态 在这个背景下 王一博主演的《长风破浪》居然有了新的进展 有瓜主爆料称 这部作品计划于3月份 在CCTV黄金档首播 并将在爱奇艺同步播出 虽然尚未官宣 但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让粉丝们开始期待 这段简短的介绍动态引发了粉丝们的期待 虽然非官宣 但已经有了一些萌芽 也许时间不确定 但至少已经有了一些迹象 那么 王一博的《魏若来》是否会在3月份与观众见面呢? 观众们只需耐心等待 然而 网友们在仔细研究王一博代播作品后发现 他的作品库存实际上并不多 自从2023年推出的三部电影 《无名长空之王》和热烈之后 王一博剩下的作品只有电视剧《长风破浪》和电影《维和防暴队》两部 至于电影人鱼 由于杀青时间未知 现在期待它还为时尚早 考虑到《维和防暴队》在2022年后期已经完成后期制作 原本计划在2022年上映 但由于某个男三号的问题 不得不重新剪辑和审查 至今尚未确定上映时间 而《长风破浪》曾被质疑是王一博欺骗粉丝的作品 但如今已经通过官方宣布了他的演员身份 并在作品中展现出色的表现 打破了质疑 目前 粉丝们在两部作品之间进行比较 对《长风破浪》的期待值再次提升 或许可以在三月份得知这部剧的更多信息 这一爆料令人兴奋不已 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 不禁为即将到来的三月份做好了准备 未若来的出现似乎将为王一博的粉丝们 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而在此之前 王一博的带播作品似乎显得有些匮乏 这让观众们更加珍惜每一次他的亮相 或许正如营销号所说 非官宣布约 但这次的爆料无疑为粉丝们点燃了期待之火 尽管王一博的作品库存有限 但他每一次的表现都能引起轰动 这也是他在娱乐圈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三月份 未若来将给观众们呈现一部充满期待的作品 也让粉丝们对王一博的未来充满信心 期待这次相约三月的盛大揭晓 让我们共同期待王一博的精彩表现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